VPA的两种形式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 这个VPA的第一种形式就是按按钮 所以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清除然后门号 门号可以按一下 它可以自动帮我输出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基本上当然就是 这个程式设计的一种方法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程式 如果你有学过程式 对这个应该就比较不陌生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可以很快的 把一件事情给处理 什么事都不用做 你只要按按钮按下去就可以了 不过前提当然 你要先把按钮给做出来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把那个VPA的环境先叫出来 那后面 特别注意相关的画面 如果你有些细节 假如漏掉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说明 那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那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撰写VPA的话 第一个呢 一定要先做那个 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让它显示出来 因为预设的环境里面 没有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那怎么显示 特别注意啊 你可以从上面的其他命令里面 找到那个制定功能区 制定功能区里面的开发人员 预设的话 其实是没有打勾的 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就会显示出那个 开发人员的这个标签 特别注意啊 那个位置 记得是从这个地方 其他选项 找到制定功能区 里面的开发人员 OK 这边就会显示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切到开发人员里面 主要我们要写VBA的环境在这里 Visual Basic OK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一个先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那第二个要怎么样撰写程式呢 你把Visual Basic点下去 基本上呢 这个Visual Basic会弹出来 那你可以把这个环境里面 我先把刚刚写的东西先删除好了 理论上你们开起来应该会长这样子 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写VBA的地方 那请记得 如果你要开始撰写VBA的时候 请你按下滑鼠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也就是说呢 将来所有的VBA 请你都写在这个什么呢 模组里面 OK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只需要插入一个模组就可以了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旁边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模组 那你可以把它关闭来 未来开启的话呢 点它两下就可以了 那 这个地方 要怎么样可以做出 刚刚看到这个 按下它 自动输出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插入一个程序 在模组里面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可以取名称叫什么呢 也许叫这个名称 门号好了 OK 插入程序 输入一个名称叫做门号 直接按确定 记得是sub 好 再来的话呢 里面要做什么事呢 接下来 你要学会就是说 如何去控制那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 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那在Excel VBA里面呢 它的这个 你要跟它互动的话 你可能要知道有一个 物件 物件的名称叫 就是储存格的英文 其实就是Sales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以打一个Sales 钱瓜糊 它会问你说 你将来要丢到这个储存格 你那边放什么东西啊 请问一下你这个储存格 它会问你说 哪一列 Row Row的意思就是列 第四列 豆点 它问你说第二个 Colin 哪一栏 哪一栏 哪一栏你可以输入五啦 不过我的习惯是输入 双引号 打一个1 指的是什么 1栏里面的 实际上 这两个拼凑起来 实际上就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这一个储存格 14储存格 OK 那里面的话 它输出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等号 等于 这个地方呢 输入09好了 09 然后再空一格 and 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 and 前后要加空白 and什么呢 如果我要把那个 09 后面串接什么 串接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那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的话呢 它是 F栏 所以你其实可以 把F4 这边可以把它放在后面 那我习惯是 按Ctrl键拖拉 把这边改一下 改成F4 其实打到这里之后 你可以先试试看 输出 OK 那你会发现 输出的时候呢 这边它就会把这些串完的结果 把它丢到这边来 那实际上这边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就表示这一个 OK 那后面当然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再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 我们还需要什么 and 空一格and 然后呢 双引号一个减的符号 把它输出 0911 不过你会发现刚刚0不见了 主要是因为里面都是数字 它会把它你当成 这里面是数字 可是如果多一个减的符号呢 它就会怎么样 把它当一个文字 那后面呢 还要串什么呢 串我们底下的这个 区码 OK 那区码的话呢 其实and 那你可以利用刚刚的那个 类似test的那个函数 不过呢 在VBA里面 它不叫test 它叫format 所以你换一个名称 除了这个函数名称不一样之外 其他都一样 那format是什么呢 把G栏里面G4的东西放进来 所以按Ctrl键按住 把这边改成G 实际上这个叙述是把G4里面的东西带过来 逗点后面的话呢 输入000 然后呢 做完之后 直接执行看一下 油标放这个中间 执行 084 所以后面其实 跟刚刚撰写方法一样 也许你可以把前面这一串 Ctrl C 贴上 把这个改成H 其实 因为呢 后面那个区码 门号的区码跟门号的末码 其实 它的那个规则是一样的 所以我把它贴上 后面的部分改H 输出 一样油标 油标记得放这个中间 执行 M007 那可是问题 现在只有输出一列 第四列部分 那如果你要第五列怎么办 那你想说是不是可以把它复制 贴一行 然后把这边改成五 其实不用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呢 让它 这个第四列 那它总共有几列呢 Ctrl向下 总共有103列的话 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再跑一个回圈 请各位先试一下 回圈的部分怎么写 待会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第一个 先开启那个 就是 这个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 这个开发人员 记得在这个地方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这边把它打勾 再来呢 点选 这个visual basic 把这个 先插入一个模组 再插入一个程序 试试看 那这个大概相对比较难一些些 我有把那个截图 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刚刚第四列这个 程式在这里 你可以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